欢迎收看国会最前线 我是谢理文 我们提供理性的讨论平台 希望国会更透明更进步 那么这几天在国会 在社会大众之间都有讨论的话题 就是根据矿业法的修正 那么主要是因为 雅尼在花莲的这样的开采 那么已故的纪录片导演 齐柏林在生前就有拍下照片 他说在那边开采的情况 看起来越挖一越深 比五年前他所看到的情况 还要更严重 那么这也促使许多人 在这几天赶快联署 希望雅尼的展颜 能够先中断 那么撤回 好 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讨论一下 水泥业在台湾的整个的发展 还有矿业法的问题 包括我们从雅尼的这个案子来谈起 先来欢迎今天参与讨论几位来宾 首先是立法委员高禄怡佑 大家好 我是高禄怡佑 好 我们接着欢迎的是地球公民基金会顾问蔡忠岳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最后欢迎的是满野新竹协会的秘书长谢孟宇 立文好 大家好 好 讨论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国会有什么样的议题焦点呢 在今天立法院呢 那么针对临时会已经开始了 要把这个会议的时间会开到7月5号 那么首先要审查是退休公教相关的年改的法案 那么朝野各党团今天确定了法案的处理原则 那么同意只对有意见的条文协商 这是今天立法院的进度 好 我们回到我们要讨论的议题 就是针对矿业法 那么在矿业法的问题 这几天非常多人讨论 而最新的是行政院长林全已经下令了 针对雅尼的案子 经济部一星期内要提出检讨 我们先来看这个报道 齐柏林的过世引爆外界关注雅尼案 因为花莲新城山矿产被挖空的景象 引发外界震惊 60多个环保团体发起联署 要求撤销雅尼采矿权展盐 至今超过11万人联署 民间反弹声浪大 行政院听到了 行政院长林全邀集环保署等部会 召开跨部会会议 林全在会中指示 未来会在行政院提出 矿业法修正草案 一旦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后 以前没进行还评的开发案 要不办还评程序 其中包括雅尼案 政院大刀阔斧要进行改革 未来在新的矿业法中 采矿权的取得将纳入开采数量的规定 若超过开采数量 则需再次申请还评 在新的矿业法 送立法院审议通过前 现有42件采矿申请案 全部搁置 不过这对雅尼案 现阶段仅要求补办还评程序 还团和立委都齐身踏罚 我认为现在他们所谓的还评 并不是我们一般在讲说的 个案还评 完整的还评 展现过程明显违法的状况下 我们认为 其实行政院现在最应该要做的 是即刻就撤销 这个雅尼的展现处分 绿营立委林淑芬 也在脸书上以亲爱的 我如何把雅尼展言 一切都合法了为题 控诉政府从民国46年至今 一路包庇雅尼 让他们不用重新进行 矿业用地核定 不用还评等等 就能无痛升级20年 质疑这样的展现 难道不违法吗 并要求撤销雅尼 违法展言许可 雅尼案因为齐柏林事件 引起关注 行政院已经下令经济部 检视雅尼展言案的程序 一周内完成处理 外界等着看后续的结果 好 这一天想必大家很多人 刚刚新闻也看到 雅尼在花莲这个地方 他们现在挖的情况 好 我们就先来用小档案 来看一下这个雅尼 我们总要先介绍一下 这个在花莲新城山的矿区 大概是在1973年 就已经成立了这个矿区 那么总面积399公顷 那么实际开采是22公顷 去年的产量是415.3万公顿 产值是86.5亿元 再来源是雅尼这边的一些资讯 好 我们接着就来看的是这个 我们大家会说到争议有哪些呢 那么由于去年底的时候 雅尼就提出了展言 因为他们的这个年限 其实到今年的年底是要到期的 那么所以就会有人说了 去年年底的展言 是不是因为知道矿业法要说 赶快要提展言 然后也就这样过关了呢 那么环团这边就提出质疑了 平均其实我们在省展言的过程 应该会花一些时间吧 总不可能像这么快 3.5个月就空过了 别人都是要15个月 那么差别真的还蛮大的 不过呢 关于外界这些质疑 其实雅尼都有说 包含我们也是依法来去做的 我们都有交一些该有的文件 经济部也说 雅尼补件已经很有经验了 也很积极 那么都是依法执行 那么对于大家会说 这个矿场是公告地质敏感区 那么这个地方有两条土石流的前市区 经济部则是说评估起来是没有影响的 好 我们来看这整个的事件 那么我今天 既然我们来了两位 两位这个 我们说民间的环保人士嘛 那么委员就容许 我先让他们开始可以吗 好 那么我今天既然我们现场来这个委员 还有两位环保人士 没有台 雅尼这边的 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会以雅尼这边 他们有说出来一些立场 来作为大家能够一些辨证的一些过程 好那么针对现在说 雅尼是不是好像偷偷来 那么雅尼当然说我们就是合法进行 而且徐旭东董事长 他也有说啦 我矿场的面积其实没有扩大 而且这几年 我甚至你说我挖越来越深 其实挖越来越深 这功法还更难 要花更多的这个精力 这个技术更难 那么我要请教中越啦 你自己怎么看 现在就说我们挖深一点 以后日后这个 董事长说我们还可以养鱼啊 是一个很大的池子 这个也是他们认为是维护 这个环境的一个方法 我想其实雅尼在太鲁阁地区的 开采的时间 其实非常长时间 那其实用面积来算 这个水泥的开采 其实一直都不太是一个很有趣的 不是正确的算法 因为它其实一代 它要采的矿石量 要足够让它可以做营运 所以雅尼的矿区 我们现在看到山上是一块 可是他们是往下挖的 挖多深呢 那其实现矿下来讲应该有挖到 大概400公尺到500公尺这么深 所以就是一栋101这么样的深度 就往下挖挖 所以其实这样的量体 其实我们一来在讲 就是他们在租用这些土地 因为矿其实应该是全民所共有的 一种自然资源 可是他们在持续往下的开采 这个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他是拿全民的资源 换取他自己的利益 做成水泥之后卖出去 那个其实是一个暴力 那再来呢 其实往下挖那个量体增加了之后呢 你说这些 现在他们有做一些直升的富裕的计划 可是其实这个现况下 我们看到并没有比较好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是你挖这么深之后 现在说要做什么养鱼的 要做蓄水的使用 其实这都是 听起来就是很戏虐 很诡辩的说法 因为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他挖得这么深 挖了四十几年 五十几年 这个时间从来都没有做过 任何环境影响的评估 所以现况下 雅尼他在今年通过的展颜 是说从2017年 要再挖到2037年 再挖20年这么长时间 还是不需要做环境影响的评估 这个是我们认为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再来他的往下挖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挖大挖小 这个地方本来是 原住民族居住的地方 泰鲁阁族人居住的地方 他也从来没有经过部落的族人 也没有告知他们 也没有经过部落族人的同意 所以这个其实回过头来 是现况下矿业法所授权 他免还评 免告知 免同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不管他挖大挖小 该做的还评是不是应该做 该告知的事情应该告知 那接下来他挖完之后 到底接下来做如何直升富裕的计划 坦白说啦 如果你今天要挖成一个蓄水池好了 挖水库你也要做还评案 他今天不需要任何的评估 那现况下亚尼其实自己有说 他在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范围内 在接下来的20年他们不会挖 他们本来挖了接下来不会挖 可是这个不会挖的过程当中 需不需要有直升富裕的计划 有没有提出来这些计划 如果你口口声声的说 你们做的最好 你们做的环保最棒了 那你为什么现况下这些直升富裕计划 都提不出来 再去看亚尼在新竹关西的矿场 其实他整个富裕计划 现在今天也有媒体去拍到相关的画面 其实非常非常的糟糕 根本都没有做任何的富裕 所以亚尼自己停产的地方 也没有做好富裕 现在又一直告诉我们说 他要继续挖 他其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从过去的例子看不出来 从现在他如果真的对环境好 该做的环平 该跑的程序 该跟部落做沟通事情 应该先做才对 好 但是我要先问一下委员 委员 现在大家会说 亚尼的展颜 我们是不是就要让他撤回去啦 就让他重新来 不过与法来说 可以这个样子吗 但对亚尼来说会说 我就是按照现在既有的法规去做 我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可以这样强行 好像也是一种 对他们也是一种霸凌吧 这种方式 我想你看 刚刚你所提到的 就是亚尼从去年申请 然后3.5个月就火速通过 这里面的这个程序资讯不公开 其实已经是让我们所有的立法委员 跟民间团体是抱持执意 他是不是一个黑箱作业 然后是不是这个观观相互 跟是不是这个镇上勾结 那当然我们第一个 想要去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依照我们现行的法律 他本来就应该要经过环平 甚至他必须要经过原机法21条 因为他是一个新物权的设定 而不是一个物权的延伸 可是为什么经济部要这样子去护航亚尼 这是让我们觉得是非以所思的地方 而且我们也非常质疑 尤其是我们在这次的协商临时会的时候 时代力量也强调说 这次亚尼这个个案一定要林权带着各部会 带着经济部来这个立院来做报告 跟人民说明 因为光是亚尼这个案子 他其实整个牵动到的就是我们国土的安全 再来就是我们在整个这个矿业法里面 对于就是矿业新矿业或者是这个矿业权的这个展颜 他整个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 就是不只是我们的整个实际的状况已经变了 你光是一个矿业权的展颜 他就是20年 过去40年过去60年 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国土还有气候变迁都在改变 我们都要重新的针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矿业的 这样的一个产业做出一个思考 好 也许大家不知道说刚委员讲说一次展颜就20年 而且问题就是因为展颜 所以它等于就是旧权力的延续 它也不是一个新的开发 所以也就不需要经过任何的环评 那是经济部的说法 但是说实在的 我们不管是在过去法院的这个判决 都已经说了 像这样它其实是一个误权 新误权的设定 所以它程序必须要重新开始 它必须要重新走环评 它必须要经过原基法21条 它是一个传统领 它必须要经过部落的知情统一 的确是经济部有这样的说法 是认为说原基法的确有规定要说 我们要经过 如果我要开发原住民的这个地方的话 我要经过原住民统一 但是因为刚刚我们所说的解释 我不是新的开发 所以我就可以跳过这一个部分 那是经济部的说法 原委其实有提出公文说 它必须要经过 要建行原基法21条 这部分我可以补充委员这里 所以我们整个 我们先看下来 我们先谈这个经济部核准亚尼 这个处分到底是不是违法 那在我们族人跟我们这边 医务律师团这边认为 当然是个违法的 为什么 我们就不要讲其他兜兜转转的东西 我们就讲最直接有关于原基法21条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匡议权到期前一年开始 就可以提出这个延期的申请 当然我们的亚尼徐董 也是依法提出申请 没有错 你是依法提出申请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去年2016年的8月1号 我们蔡英文总统说要向原住民族道歉 当时代表我们泰鲁阁族北上接受道歉的 就是我们凡亚尼环温土地运动的灵魂人物 我们田春宠田田姐猴子田妈妈 那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我们泰鲁阁族的土地已经被挖了40年 被挖了40年 难道要再挖20年都不用经过我们同意吗 你是不是应该諮商我们 问问看我们之后 我们再决定要不要让你挖 也不是说不让你挖哦 只是说你要问嘛 好我们就写着这封诚情书交给了田姐 田姐就拿去给了总统 那总统呢就交办给袁明慧 大家可以看这里 总统就已经有交办员明慧 就是从行政院秘书长韩转 总统府韩送台端 这个105年8月1号至总统韩的一案 就是我们这个陈请案 然后我们当时候的员明慧主委 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矿业权者申请矿业权设定或展现 就是延期 你都应该要依据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21条的规定来建行这个程序 白子黑字受文者 一公七百就是田村丑 你跟人民这样讲 我们的政府告诉人民是这样 8月26号吧 去年8月26号 好 白子黑是跟人民讲说要要要做 好 结果呢 11月7号 在张景森跟林万亿主导的一个会议之下 翻转 他说矿业权的延期阶段不需要建行 短短三个月就这样变了 对嘛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样子嘛 因为他认为说他也不是什么新的一些开发 所以当然就不需要再经过同意啦 我想这个是这样 我的意思说这是那样的解释啦 问题是原基法的主管机关是谁 解释机关是谁 他是原民会 不是张景森 不是张景森 不是你政务委员可以解释的 对啊 而且在我们法律上来看啦 这样一个会议记录 你告诉我喔 如果你有 你旁边有你的律师团 请你问他 请你定性一下你 这是我们行政程序法当中的哪一种行为 是行政处分吗 还是什么法规命令吗 他一点效都没有 各个方面还有刚刚委员讲的 已经逾越了他这个原民会的权限了嘛 你怎么可以架空呢 这个问题就已经很大 这个解释根本是没有效力 各个方面根本没有告诉任何人 好刚刚我们说的 这个是原民法的第21条 也许等会可以推个图卡 就是刚刚大家说的 反正我在原住民的这个区域里面 进行任何开发 就是必须要先经过同意 不过这也是矿业法 我们说到的一个很大的漏洞 因为矿业法这边当作说 我们也可以推一下 矿业法第41条里面就有写说 我如果要开发这个地方 假设当地的所有群人 我不同意的话 其实他还是可以照样开发 47条 47条 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地方我们又要怎么修吗 因为它就变成是说 我想要开发这块地 那你如果不同意的话 我还是照样开发 我只要给你一笔钱补偿就好了 没错 这就是一直以来我们说的 47条它就是霸王条款 他只要就是选定这个地方 我要在这里去开发 我要在这里挖矿 这里面的地主可以不用同意 他只要说今天我们讨论 我找你讨论 你不要 我们没有达成共识 我提存一笔钱 然后我就可以照挖 对啊 我提存一笔钱 我照挖 那你看有多少 不管是我们花莲 不管是西部 有多少人民的土地 都是这样被掠夺的 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 不公义的一个法条 我们在这个法案里面 讲了好几年 不管是民间团体 然后立法委员 针对这个矿业法的第47条 都说这是里面最大的恶法 现在大家 我们说版本有十几个吗 在立法院里面 对于这个 光是这一条 大家的想法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都认为这47条 有的是认为要去修正 那有的就是 直接就让它废职 所以以后一定要经过 当地的所有权人 但我们现在 现在目前来讲 就是说 我们整个就是 这个矿业法的 这个修正的讨论 其实还没有进行到 这个法案的审查 实质的审查 在委员会 因为就刚好就遇到这个 我们遇到这个前瞻计划 从4月10号前瞻计划 就一直讨论如火如土 结果就把这个 这个矿业法 搁置在 搁置在委员会 那我们现在临时会 就是可能民进党 执政党跟时代力量 这边都有一些想法 就是希望能够在 二三次的临时会 把它提出来讨论 那我们实际上 可能会具体做的动作 就是说我们会联署 我们联署 四分之一的委员 我们要去提案在 临时会的 二三次临时会的时候 把矿业法 直接纳到院会来讨论 好 不过现在是林权院长说 看起来好像要等到 下个会期吗 这一次临时会 时间有办法去处理到 这个东西吗 它其实经济部也说 在六月底会提出 他们的版本 那我们还是觉得 就是说我们 如果真的 我们要对得起祈祷 祈祷是用生命 去换取我们 对于这样的一个 矿业法跟国土 这个安全的 这样的一个关注 我们真的必须要 好好的去正视 这个矿业法的修法 那我们也认为 应该要尽快的 在这次临时会来处理 好我们有提到争议 刚刚提到第一点争议 就是说 就算当地的所有群人 当地的民众 反对开发 在依现行的矿业法 是没有办法 做任何的反对 因为它只要提存一笔 补偿金就可以了 业者就可以去照挖 那么这是第一个 要我们说提到修法的问题 好 我要请这请到中文医院 你自己怎么看 我们说矿业法修法 大家很关注 除了刚刚说这个 还有哪个问题也很重要 我想第一个先回应一下 其实因为矿业法修法 并不是这个时候在讨论 因为矿业法这些霸王条款 其实是现存的非常长的时间 然后我们一直都提到说 应该要来修法 所以到今天这个时候 经济部仍旧提不出来 他们在行政部门 要做的矿业法修法 这个内容 这是一直我们不太能接受的事情 今天不是说第一天发生 或者是大家是因为可能 因为齐柏林导演发生那个意外 所以大家还开始关心矿业 可是其实我们更早以前 就来讲究一下 雅妮刚开始做展现的时候 雅妮展现之前的几年 我们就说矿业法要修法 但是他们一直敷衍 然后也不愿意提出来这个版本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发生到什么事情 你才愿意来做这样的改革吗 如果我们要发生这些事情的话 我们就继续这样挖下去吗 这个其实行政单位到今天 他们说六月底要提出来 今天的记者会又说 可能在两周三周 不知道再拖到什么时候 如果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行政部门就停在那个地方 不愿意往前走了 所以矿业法本身存在了 非常非常多的争议 这是应该重新拿出来做讨论的 那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 是什么样的压力 连立法委员在委员会里面 都提出委员的版本了 但是行政部门就说 你们要等我的版本 但他又提不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荒谬的事情 再来其实我们主要在讲 像刚刚提到的这个47条 还有像31条 其实这个大概都是一些基本的 就是说你如果在过程当中 因为他的矿业权 因为一些原因 使得他有一些损失的话 是要让他造成这个损失的单位 不管是行政部门 或其他单位要赔偿这个损失 所以我有矿权的人 我永远不会有损失 因为如果我的损失发生的时候 是其他人要赔偿我 虽然有可能是我做错的过程 所以这代表说 或者是政府如果要 要你停止继续开挖 或者是我要收回你的矿权 政府还要赔他钱 政府要赔他钱 这个就是目前31条的重点 所以其实 我相信其实不止31条 47条 如果大家认真去看 我们现况下矿业法在修法的版本里面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条文 是我们觉得应该要逐步做调整的 当然版本会有一些差异 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空间 甚至你这些水泥业者要回头一起来跟我们讨论 我们也愿意 不是说我们都完全拒绝你 因为我们今天也并不是主张说 台湾完全不需要采矿这个产业 或是不需要水泥 因为某程度它还是有一些 这些基础的设施需要 就是说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开采方式 我们总体的量应该做什么样的管理 我们是不是要应该先把环境相关的一些准则 先评估好 那今天雅尼最大 今天行政院林权院长是说 接下来四十几个案子我们会先暂缓 其实也不用他说 因为三月多的委员会就已经做了一个这样的决议 所以并不是一个 他这次特别做出一个这样的财势 但是这些过程当中 我们为什么觉得要先暂缓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开采模式 对人民的生命安全 对于环境整体的破坏 它是不断不断在进行的 只有先停下来 我们先整体来审视一下 到底这样的开采模式 对环境 对当地的住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是整体的水泥产业 我们希望水泥产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这可能是在矿业法的更上位 我们要来想想看 台湾的矿业要走向什么样的方向 我们的内销外销的比例要不要做调整 我们的成本 跟我们卖出去的钱 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做调整 好 那我这边就接着往下补充 其实我经常 就是我们在跟踪矿场 大概两年多三年多的一个时间 我们都会觉得 每一个矿场的这个开发案 就很像一面照妖镜 造出我们政府的许多问题 我们就以亚宁案来看好了 一开始土地使用权取得就有争议 到后来纵使 我们辛辛苦苦打诉讼打了十几年 我们那么多人族人在抗争 第一代的地主 不好意思全都过世了 只剩下两位 现在都八九十岁了 好 争取了二十几年 终于好不容易2014年拿回了两笔土地 就两笔而已哦 然后呢 傅昆琴现场把权状来给这个 还给我们的主人的时候就说 哎呀 你这地啊 你要拿回去好好用 可是地拿得回去吗 没有用嘛 进不去嘛 那个雅尼铁丝网拦起来 就是因为刚才委员讲的第47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刚刚讲的 原基法该做啊 对不对 我们的执法 2016年资商办法 2016年1月4号就过了嘛 那你雅尼是2016年11月才申请 为什么你不用做 因为有人帮你转了个弯 好啦 你都没有错 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行政警官自己转弯 我们遇到所有情况就是 刚刚讲的已经两个问题 已经都转弯了 对不对 一样 为什么当年不用还品 也有一样嘛 我矿场给你还品发早 所以我们当年的环保署 帮你转弯嘛 88年说了嘛 我这个旧矿权用地不变动 我不用还品 不过这不是针对亚尼讲的 可是实际上对于所有寄存的老矿都是一样 国家公园也一样啊 我亚尼比你国家公园找来 所以我很委屈啊 我很委屈 那我们的亚尼是对外说 我是不小心被划进去的 要不然怎么都不通知我 那结果人家在里面有其他十几个矿场 通通都是进采 就是我不拿你采 我就补偿你 那但是 就只有你还在采 然后弄到后来 我们其实在上一次展现之后 就80几年那时候 也有潮呢 不是没有潮 国家公园也直接跳出来 泰管室跳出来说 你怎么可以在这里采 结果怎么样 报到行政院专案核准 看出了什么问题 刚刚钟月讲的 开后门嘛 我们国家公园开了后门 还有一个在南投的 我们抓到的案子 在我们饮用水 保护区里面采矿啊 可是也是法律禁止的啊 那怎么都没有抓到 那我们再往下看 刚刚钟月有讲 他其实讲的是 我们认为啦 如果今天你在 矿业权的存续期间 譬如说我好立即才当 我给你20年 你在中间的时候 哎呦不好意思 我们发现这边有什么 史前遗迹 或者说我们发现 有什么珍稀动物植物 我们要保护它 这时候我不让你采 我补偿你 这合理 我觉得这很合理 这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现在31条 讲的是什么 是你20年的期间到了 到了你申请要延期哦 刚刚也讲的是 这个新的权利哦 你要延期 我说我不准你 结果我居然要赔 这什么道理 这什么道理 我想这都是非常 不符合人民情感 我们现在看都会觉得 这很不合理 可是这个法条 确实已经存在很久 对 当然这是因为 我们以前都不晓得为什么 然后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是我们这个矿物局 那个在工厅会里面就讲 这是因为当时候 我们法院有个判决 就是导致说 我们这个对业者的 这个信赖保护不够啦 因为他们认为是新权利 你什么程序都要跑 当时候审查是正面表列 不是像现在负面表列 他说这样子对我们业者的保障不够 那我就法院就问他 法院其实显得很清楚 你就20年就给你20年是要保障你什么 要保障你采一辈子吗 保障你永久获利吗 实际上有这种这么好赚的吗 我想这是完全是颠倒过来了啦 对啊 那刚刚委员又有提到说 其实很多问题啊 包括了我们的主人是怎么知道 亚尼又要在自己的土地上采20年 看报纸啊 看电视啊 也就是说整个矿业审查来讲 是没有什么民众参与机制的 他也没有什么资讯公开的机会 我追踪不到 我不了解 怎么采不知道 这些通通都是会照人家觉得 哎呀你矿业法怎么那么黑箱 明明矿就是全国人民所有 他是一种特选 是一种特许 那为什么 你可以这样子偷偷的来 不用跟全民交代 好我们这个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儿回来我们要继续分析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提到矿业法的修正 那么我们也 大家都会拿说这次亚尼的例子 好的确许区中董事长还有说啊 他说为了亚尼的这个我们说花莲的矿区 他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 包括环境保护跟生态的部分 好我要请教委员事实上的确很多的矿场都是在原住民的生活的区域 那么我会说当然影响到原住民的权益 可是事实上影响的不只是权益 还有很多他们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采矿的关系是这样吗 对我们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一个矿权不管是展业或是说你要在这边设定要在那里采矿 你都需要经过这个周遭不管是原住民 其实周遭居民都应该要知晓 说这边会有一个开发案要产生 可是其实我要讲的是说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原住民族 不只是因为八成以上的矿区都在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是因为过去整个这个矿业产业在起来的时候 在对原住民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其中有一点就是他非常不公平不正义的地方 就是他其实是回避了就是原住民族 他不让原住民族知情 而且甚至是他是用欺骗的方式 亚尼这个案子就写了您的例子 其实我这边有资料 你如果拿来看就是说当时亚尼在开采的时候 就部落主人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突然有一个 我们部落旁边有一个矿产在那边开采 后来主人他们就去调查 结果调查之后发现说 其实他们秀林湘公所调查 270笔的土地权力抛弃的内容 是与事实有出炉的 怎么说呢 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查 他从62年6月14号的时候 其实就发就开了第一次的协调会 然后这个第一次的协调会里面 他们在去开采的这样的一个协调会 他就做调查了 然后你看这边是那个当事人 他说你是否在62年的时候 6月的时候有没有去参加这第一次协调会 这个当事人说没有 那他你有没有去签名盖章 他也说没有 这里面他是亲自就是说我们去调查 他没有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找这个同意书的时候 你是说雅尼他们获得的同意书 权力的一些抛弃同意书 然后呢里面这边签名的这个人 这个当事人他其实已经在59年的时候就死亡了 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 说实在这个是非常久62年的事情 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去追溯 但是呢这么荒谬的事情其实真真实实在发生 而且可能持续在发生 尤其是现在这次的展研 他的黑箱作业 我们也觉得他里面的资讯不公开 经济部凭什么核准他的这个展研案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那你在看这过去 过去发生的事情 你要怎么去相信说 我们这整个一路走来 一直被欺骗到现在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有的部落 比如说在我们花莲中区有一个部落 芝雅干部落就在我家附近 他这个部落他周遭有十几个矿权 你看我们对于就是生活在 生活在花莲地区三区的这些主人 他周遭布满的这些矿权 他会不会紧张 他会不会要求这个政府 你要基于就是公平正义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要对我们部落 对我们原住民族负责 21条是一个负责的态度 它是一个行使社会正义的一个表彰 可是你看去年11月行政院开的那个会议 居然可以说这个矿业权的展现 它不需要经过原住民的统一 这些事情你去看从从过去的不公平不正义 为什么在小英总统道歉之后 还会持续的发生 对所以如果说就是说水泥的相关的业者 如果说我们都是依法去做 我们现在可能要打上很多的问号 对啊 包含他们会说他们也是有做很多后续的依法 要去做的环境的保护啊 或是整个生态的维持啊 这个部分也会 您也会打问号吗 中原 这其实因为我自己是花莲人 然后我们以前在念高中的时候啊 他都会 因为我们要去泰鲁阁做一些活动 就会带到雅尼厂参观 然后最开始呢 大概在1990 2000年那个年代的时候 他们最开始谈的绿化是什么呢 就说我们有做绿化 结果我们开采那个山壁上面啊 又把它漆成绿色的 用漆的 对 漆成绿色的 以前 所以就是说他们的绿化 在我念书在高中那时候念书的时候 因为最开始大家可能对于绿化的想象 也不太清楚这样子 他跟我们学生在介绍他的雅尼的富裕的时候 是这样子介绍的 所以当然我觉得观念会随着时代进步啊 当时这个可能是 现在听都是一个笑话 可是当时他们可能真的觉得是对的 那后来雅尼最骄傲的 他们做最好的富裕的是什么 是雅尼门口的那个蝴蝶园 他们说他们很厉害 他们把这个门 他们雅尼门口不是开采的矿区 就是雅尼厂外面的那个蝴蝶园 做得非常非常好 种了很多的蜜圆植物 然后有很多的蝴蝶在那边飞舞 这样他觉得这是一个他们雅尼的骄傲 可是这件事情呢 都无关乎在山上这些采矿的画面 所以其实在过往的经验当中 我们确实很少看到雅尼 在花莲厂这个矿区上面的富裕 是做得完整的 当然这几年他们开始 不断地增进他们的观念 然后在山上面做这个 直升富裕的东西 看起来绿色的长得比较丰沛一些些 因为其实矿场它最大的厉害之处 是你永远都进不去 我们抗议了这么多年 要不是有一次立法委员 经济委员会去做线刊 大家跟得进去 不然永远都是像祈祷的空拍图 或者是有空拍机在看 或者Google看 你大概进不到矿场里面 看它富裕的现况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 富裕是一个应该要做 而且不断应该要 不断要增进 随着技术 随着观念的增进 应该在做的 可是你想想看 这个地方如果已经开采 在做这个直升富裕 砍掉的树 流失的这些水土 怎么样有可能富裕回来 有可能 但是可能是很多很多年以后 很多很多世代以后的 所以其实现况下的开采 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量的控管 不是这样不断的扩大这个开采 那同时它的直升富裕计划 怎么样要拿出来 给大家一起来检视 你敢做直升富裕 然后说做得好 你就应该拿出来给大家看 让大家去看这个现场 甚至是 你整个富裕的计划书 应该做出来 而不是说只是现况下 讲说国际间都是往下挖 然后挖得很深 然后做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虽然是戏虐的话 可是听起来就觉得说 那你们以后到底要怎么样做 这些富裕也让我们很怀疑 许总说兵不觉得是戏虐 他觉得大家对他们公平一点 其实我还是觉得 就是说他讲的那个直升富裕 还是在模糊焦点 因为我们还是要去思考 就是说我们台湾到底有没有必要 我们要去思考的是 我们这样的一个矿业的开发 是不是要重新的检讨 我们一定要这样子继续开挖下去 你要看 新陈山它原本是700多公尺 海拔700多公尺 那这几十年它已经挖到只剩下295 那你三月让它再展延 它可以继续挖最后剩下120 那我们一座山挖掉了 它是一个不可逆的 不可逆的伤害 你即使再去做什么直批 或是说你要做直升富裕 它伤害已经造成 而且是它对它外周遭300公尺远的 那个富氏部落 一样它造成的那种恐惧感跟伤害也造成 它担不担心土石流 担心 因为它的整个灵象 跟它整个地表都已经被破坏了 好 如果延续委员刚刚讲的 那我就接着要问一下秘书长 这个许总会说 当初我们到东部去开采 开挖 也是政府要我们去东部开的 台湾不需要水泥业吗 过去我们的经济也都是靠水泥 甚至我们也不太可能说你现在就是不要了水泥 我们去国外进口吗 这件事情也是不可能 你自己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再一次的去 没有听清楚到底大家关心的是什么 从头到尾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说 我们不要开采 我们不要水泥 其实我们从来不能讲过这种话 我们是很务实的去探讨说 也许我们等一下会再讲 就是说从整个 第一个你要先从我们台湾的内需量 你不要外销 这是大家的共识啊 我们也不要说 我们挖别人的土地来填我们自己的大楼 这也不公平 那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你很明显摆在这边就是你每年 全国就是有百分之二十几外销嘛 那你自己年报 根据你年报统计出来的数量 你就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外销 你自己的年报还写着说 我要致力于开发好的外销点 你自己有年报写的 然后台里的年报也写啊 写什么 我去年年报写什么 我今年的目标是要扩大外销 不要这样 那怎么对啊 我们要求就是你把那个外销那一块你不要了嘛 我们好好重视我们内销好 自己自足 对我们自己自足是最重要的 现况下已经自己自足了 早就自己自足了 但是他们 就是不需要多挖了啦 其实不需要 是这个意思啦 其实他们就跟你讲说 我这叫产销平衡 为什么叫产销平衡 因为悬摇一启动啊 水泥咬啊一启动 你一定要维持它基本的功率 我产出是固定的 那如果你要我降低 不让我维持在最低嘛 那我就要停机啊 停机之后我要重启 重启成本就很高 所以你不想要花那个成本 所以要全民买单哦 全民承担你这个挖那么多东西 然后来填补咯 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也想要问他 你们是这个意思吗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去控管 而且外销还比较便宜 是这样吗 这个当然有一些原因啦 那这部分 因为水泥它是容易受草啦 所以说我当然要赶着抢去外销嘛 外销当然就会便宜 因为怕受草什么的 这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你尽量不要 我们可以逐步的来做一些改善 那刚刚其实委员刚刚讲的很好 我们应该从上位的东西来看 可是回到今天 我们许董事长 讲出了养鱼这件事情 我不认为他是有深思守虑过的 也就是说他背后的人也不会 也不会这样给他一个建议 说我们可以养鱼 这是很荒谬 但是这也凸显了一件事就是 我们的矿业法本身 针对我们关矿 我们矿场的之后的想法是什么 结束之后我们的矿场要怎么办 怎么转型 一点规范都没有 它只维持在一个很旧的思维 就是 很久很久以前旧思维就是 我矿采完了 树重重 绿化了 边坡稳定 OK好像不会走山 好像这个水泥保持OK 好就走人了 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 那原本靠你吃穿的那些工人怎么办 在地的 在地也有很多族人在里面工作啊 那他们的工作权怎么办才好 好 那你离开了之后 造成小镇经济的小小经验事 你想过了没有 这是国外找 像德国跟英国 早就已经在推行 这种观况计划 他在顾虑的绝对不是只有什么 直升富裕啦 那已经是太过 太落伍的概念 是基本的 甚至不是只有直升富裕而已 他要求的是怎么样 譬如我原本这边是耕地 你要给我回复到可以耕作啊 你不然你表土都给我挖走了 根本没有可以耕作的土 你叫什么富裕 你叫什么样的在地用 没有再利用了 就是稀稀罗罗的数 就这样子而已 那社会冲击 经济冲击 你去评估了没有 然后你一天到晚说 我们这样子害你 你的员工会走上家庭 你的员工没有工作 几千个家庭这样受损 但我们就问政府 这也要问政府 但不全然是雅年的问题 因为他一切依法 他没有违法 我说实在话 就这件事情上面 没有 但是政府也没有要求啊 那也就是说 我们国家对于矿这个产业 对于损这个产业 它是没有一个长远的想象跟规划 完全比不上我们国外 这几个现金国家的一个思维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 政府也希望可以 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你要去想 你不是只有眼前的那些采矿 未来的怎么办 你应该把它纳进去 这样的一个思维当中 这才是真正在环保 经济 劳工 以及社会的这个稳定当中 寻找出一条共生共存共有的路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开玩笑 做个鱼池 这是太讽刺了 好我们这边 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我回来要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提到亚妮的案子 刚刚大家会 当然会提到说 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旷业法里面的内容 漏洞百出 让业者可以无限期的展颜 甚至也觉得过程 都是不公开的 不过当然 我们说亚妮 徐旭总总长也有说啦 这个大家社会 要对亚妮公平一点 不管他们现在说 施工的工法 或者是他们采取一些环保的方式 都是可以列为典范 甚至还说这个 不能够说现在一方面的 一面倒的质疑 感觉好像把一间公司搞倒了 这样就可以吗 钟月你自己怎么来看 现在这个亚妮的状况 我觉得其实远东 开这个亚妮 如果会这样子就被搞倒的话 那我们也太小看这家企业 这是全台湾前几名 这个企业体的 前几名这个营业额的企业 那我们可以看其实现况下来讲 远东他比如说在2015年 他大概缴了这么多的税金 听起来很多对不对 加加起来大概从他的营业税 矿产的权利金 还有矿石的特别税 这些东西加加起来 大概缴了差不多10亿左右 这个其实加加起来 现在之前大家有很多的说法 说只要8万块的权利金额 一年其实没有这么 对权利金是有这样的 可是他整整缴起来 给国家的税 你要帮徐董平反一下 对 帮他平反一下 但是他赚了多少钱呢 刚刚看到财报是80几亿 所以其实相对来讲 他的成本 他说要缴了税金 跟他实际上 这个税金也包含了什么东西 就是他现在这些山里面挖了矿 他只要缴了这个租用的钱之后 矿明明是大家所共有的 可是他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原物料 变成是他自己所有的 然后去赚那个80几亿的钱 所以相对来讲 他的成本还是非常非常的低廉 然后去换取非常非常大的利益 所以他纵使直升富裕计划 或是刚刚孟宇所提到 这些关控计划 做得更完整的 可能他都还不会亏 这是一项事情 再来除了雅尼之外 我们整体目前这个矿的 这个外销的比例 可以看这张图 这个大概在 从2008年开始的相关的比例 我们可以看到在2009年的时候 其实一度外销的比例 外销的比例比这个内销的还高 当然这几年其实不断的价降 因为整体的开采量也像价 所以其实外销比例 大概还落在23%左右 两成多 对两成多 去年是25 去年对 所以可是可以看我们为什么还是需要做这么样高比例的外销 那这个外销之后所带来的这些 它的相关的一些成本的算计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在过去算 大概我们台湾自己在做这个内销的一公顿的钱 大概是2254元 所以外销只要1613元 卖自己比较贵 卖别人比较便宜 而且我们想想看 我们会比较多时候需要这些水泥 需要这些公共建设的时候 其实多半都是政府在做买单的 有没有 我们看我们做交通建设 做基础建设 其实都是用大量的水泥 所以其实回过头来为什么卖台湾比较贵 卖外面比较便宜 这些价格跟它整体的产销的东西 如果今天远东可以随便就被因为我们这样子攻击而倒掉的话 我们这不是攻击 我们只是说公益 还给当地的原住民 还给台湾的山林一些基本的一些公益 这样子就可以弄倒塌的话 其实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回头应该来想想看 是整体我们对于水泥产业 接下来要走向什么样的发展 然后它既有的这些既有的开矿的计划 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官场的一些准备 这个事情是我们觉得这个阶段最应该讨论的 好 我以为不过现在我们会说 虽然说展延的这个是先暂停 但是之后如果说修法通过之后 有办法再回溯到这个亚妮的案子吗 亚妮的案子我们是针对她的违法性 就是说我们认为她这个经济部 她不应该是要去核准这样的一个处分 我们认为她应该要去撤销 所以亚妮是亚妮这个个案是 她必须要撤销她这个核准的处分 你现在来看撤销这个是 当然我知道现在联署已经越来越多人联署了 这个在矿业法 它如果矿业法里面 它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说有关那个矿业法的第38条 它这里有提到就是说 你如果是矿业经营有妨碍工艺 这个无法补救的时候 我们就是可以去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处分 我这边帮委员做一个补充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包括我们的林权院长 说什么我们之后所有的矿场 第一个他先说我们修法未过之前 先所有的审查案我们先停止了 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矿业法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修法我们等新法过的这些人再来做审查 好然后他现在又讲了我们要 这个雅年啊包括雅年在内旧的矿场 我们通通纳进来做环品 那有人就会开始想说 会不会有什么塑及既亡啊 现代保护啊等等的问题 那这问题这有点复杂 但是在法理上不是不可能 比如说我们国内的这个水土保时法本身 其实以往根本谁在做跟你在做水土保时 可是水土保时法过了之后 就有要求你以往的山坡地开发行为你要去捕捉 在国外也有 中国那里就有啊 他们以前在采矿也没有在管你什么啊 可是后来他们知道这个严重性啊 他们就有通过一个什么地质法 类似地质调查的一个法令 就要求所有的矿场都给我捕捉 这不是不行 好因为他有极大的工业 而且刚刚讲过很多字 矿属全国人民所有 可是这样兜兜转转的做法 真的适当吗 其实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明明这就是一个违法的一个展现处分 然后一个延期的处分 你把它撤了 让他回来正常的程序当中 加入这批要适用新法的 新法的这些被冻结的行列 不然就只有你雅尼偷跑 其他矿场又用新的 这样也不合理啊 对了其实就这么简单 违法的撤掉 然后我们雅尼 如果你说你经得起新矿业法的考验 你经得起纳入这个环凭 我们用环凭法认定标准要修正嘛 跨渊权展现要环凭嘛 你经得起考验 那就请你这一次跟我们一起 我们知道过往都是政府愿望你 都是政府自己转弯跟你无关 那好那这次你可不可以请你 就加入我们 好好的经过这些程序来检验嘛 好不好 卫员 不过刚刚说环凭这个 如果我们在修法里面修到说 好以后展颜也要环凭 通过之后才能够让你展颜 但是目前的法规里面规定说 如果我不让你展颜的话 我政府是要赔钱给他的嘛 这个部分也要一并来处理吧 当然一定要处理啊 只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现行的法规 我们都可以去处理雅尼的案子 而不是说我们要等到这个 矿业法修法再来处理 我刚刚讲的38条 他就可以依法去废置 或者是说我们认定他是 认定他是一个违法的处分 我们就可以要求他撤销 对 这两种途径都可以走 就是现况下的法令是可以有 有解套的空间的啦 是有解套雅尼这件事情 就是政府是可以依法来把雅尼的这个展现撤销的 但同时我们提到了 矿业法的修正或者是环平的这个 事情细则跟环平法的修正 其实应该同时进行 因为他其实是为了未来 不只是雅尼还有其他的矿区 包含现在还没有做过环平的矿区 包含即将要做展颜的矿区 这些东西都应该用新的矿业法 用一个比较合理 现在是不合理的嘛 是一个霸王的条款 用一个比较合法 比较合理的一个矿业法来做新的审查 所以现况下可以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我们赶快把修法的步骤完成 完成完了之后 既然大家都这么爱台湾 这么爱环保 那我们就用新的规范来 希望大家符合这个规范的情况下 再来进行他所谓的开采作业 而且我们再补充一下 虽然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条文 但是至少矿业法 现行的矿业法 第13条第二项就有讲嘛 你在矿业权延期的这个审查期间 你是可以 你是矿业权 你还是可以继续采矿啊 那所以你到底损失什么 为什么你不愿意按部就班的来 我就不明白 那其实是可以的 那除非我们未来把这个修掉了 不然的话 其实应照现行的体制当中 你就等环凭法认定标准 赶快通过之后 那反正我就还是可以 哇哦先冻结 那之后你就乖乖去做环凭 不就好了吗 那为什么我们行政部门 要把一件事弄得那么复杂 要弄那么兜兜转转 就直接一点不就好了吗 所以委员 想要现在这些选拟业者 愿意都接受环凭就可以了吗 我觉得我们本来就是要 制定一个健全的制度 我们就是要制定健全制度 因为我们已经发现 过去的这些疏漏 然后导致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个伤害造成 那你看雅妮的状况 那现在还有四十几个 等着就是要去做这个展研 那为什么可以让雅妮先偷跑 大家就是要 如果以公平原则来讲 大家要一并处理 一视同仁 从同一件的这个事件 我们就是要一并来相同的处理的模式 那说实在的 我们还是要重新思考 我们对于我们的国土 未来的想象是什么 现在其实有国土计划法 国土计划法已经在2015年通过 然后2016年它已经正式实行 当然它其他的执法 其他的执法跟这个计划 都还在拟定当中 可是我们还是要去遵循 这个国土计划法的精神 如果是说这个国土计划法 我们没有一句话的